美軍印太司令部 向國會體交預算報告 提議將對太平洋威懾計劃的撥款 從2021財年的22億美元 增加到2022財年的46億美元 並計劃未來5年為投入273億美元 這項專款將用於添置新的導彈防禦系統 部署雷達站和新通訊衛星 並在印太地區修建新的訓練基地 印太司令部司令大維森上將 Admiral Phil Davidson提到這份報告時說 我們必須令北京相信 使用武力達到目標的代價實在太高 太平洋威懾計劃包括 在美國國會去年通過的各防授權法案中 只在大力提升美國的軍事威懾力量 以壓制中共 並顯示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防衛承諾 拜登政府上台後 中共不斷在軍事方面發出強硬信號 包括持續派遣軍機侵擾台灣 通過海警法授權海警在必要時 開外國船隻開火 並頻繁舉行海上軍演 為應對中共挑戰 五角大樓已成立新的中國工作組 防長奧斯丁星期一主持了首次會議 並比出了初步指導 科比表示 奧斯丁希望工作組 仔細審視中共對美國構成的步調挑戰 及提出美國需採取的應對措施 預計中國工作組將在四個月內提交報告 大部分結論將被列為機密